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兩宗國際消息 第一宗消息就是美國共和黨內部反特朗普的派系 出現了內鬥的情況 有部份人主張要脫離共和黨獨立 成立一個全新的政黨 至於另一班人主張要留下在共和黨內部 成立一個全新的派系 跟特朗普總統抗衡 現在這兩班傻佬爭得臉紅耳赤 搞得非常之不愉快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澳洲總理莫里森宣稱 說從來都沒有說過 要為香港人專設一項新的簽證安排 但是有媒體就翻舊帳發現得到 去年的澳洲政府官員不是這樣說 於是在網絡上 就惹來了不少的批評聲音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先看看到底共和黨內部的分裂情況是怎樣 根據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就指出 說在上星期五的時候 有超過120名反特朗普的共和黨人 組織了一場視像會議 這班參加者 在過往共和黨執政的時期 曾經做過官員或者顧問 有些甚至乎在特朗普總統的時期做過官 反得特朗普的 那些都是被特朗普炒謠的氣象 於是就心心不憤 好了 現在就整群人共野一路出席了這一趟的會議 這班人其實就談了有幾個方向出來 根據有三名的消息人士就指出 說在這一趟的 視像會議上 曾經有討論過 另外組成一個新政黨的可能性 但是會上就只有四成人 是支持脫離共和黨 另組新政黨 有兩成人就同意 在共和黨的內部組織一個新派系 跟特朗普抗衡 另外有兩成人 就同意 要在共和黨外邊組織一個新派系 但是到底這些所謂新的派系怎樣運作 暫時就還沒有方向 總之現在就有一班散兵游泳 開了一場脫離的武林大會 到了會議結束的時候 都是達不到一致的共識 總之就是各說各的話 各吹各的調 實情 繼我看法 現在那班傢伙這樣搞的時候 基本上到最後 都只能夠留在黨裏 因為有部分 反特朗普的大佬 比如說撤離的女兒 這個前副總統撤離的女兒 他主張留下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眾議員 萬一他真是這麼愚蠢 加入了一個新的政黨 而這個政黨是以反特朗普作為一個目標 那麼這班人 去到選舉的時候 只會成為炮灰 因為 美國在這麼多年以來 都是搞這個兩黨制 是很成熟的 未見到一個有第三政黨 是可以 有一個影響力 產生出來的 當然不是說美國只有兩個政黨 但是 其他的政黨全部都是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如果要獲取影響力的時候 始終都要依附在民主黨或者共和黨裏 才能夠發揮到的作用 所以我就看不到為什麼那班共和黨裏面 反特朗普的大佬 他們是會 願意 做炮灰犧牲自己 到最後 這班傻佬 都是要死死地氣地 留在共和黨裏面 做他們的邊緣人 反特朗普的派系 一定在共和黨裏面遭到邊緣化 因為在大選之後 特朗普總統 在黨裏面的支持度 特朗普仍然居高不下 他仍然是佔據了主流共和黨人的支持 所以無論這班傻佬 怎樣做多少小動作都好 都是動搖不了特朗普在黨裏面的地位 所以這班傻佬無非就是白費心機 叫做 好像一條魚臨死之前 點一下點一下 現在就在這裡點吧 但是點極都點不到什麼出樣 尤其是那些 又面對著選舉壓力的人 就算他怎麼反特朗普都好 他一定要留在共和黨的 之前我們都分析過 為什麼特朗普總統 他不會搞一個新政黨 就是因為共和黨的歷史太悠久了 以及他黨的基層建設 做得很好 這件事 你就算怎樣都好 也無法否認 所以 那班要選舉的人 如果他脫離了這個黨 他慢慢再搞那個黨的建設 就基本上 所以他們要選舉的人 他一定要留在黨裏面 才能取得他的政治資源 以及人力資源 選舉都要義工 你靠黨就有人有錢 你靠自己再搞 基本上就是浪費 所以來到現在這個時刻 幾乎就可以肯定 特朗普總統是不會自己 組建一個新政黨的 之前有很多人就憧憬 共和黨都已經是腐敗了 不如自己搞一個黨 更好 但是 現在既然特朗普總統 他仍然可以在黨裏面 維持著他主流的影響力 他仍然是這個黨裏面的靈魂人物 那他為什麼要走呢 要走的應該是反他那幫傻佬 不過我看死反他那幫傻佬 到最後 都是垂頭喪氣地留在黨裏面 做他的邊緣人 因為他走了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的判斷就是這樣 大家又定時來檢視一下 看看我的判斷是否正確 至於特朗普總統的千金 伊曼卡 他就想落戶去佛羅里達州 準備要在2022年參議院的換屆 跟這個 努比奧 決一高下 他想選這個參議員 當然 他還沒有出線 而且 他就是現屆的參議員 所以 要挑戰他 也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到底 伊曼卡能不能夠協助他老爸的影響力 在佛州出線 如果是可以的話 都會成為一時佳話 當然如果他真的能夠選到這個參議員的話 到2024年會不會更上一層樓呢 這個就是 很關鍵了 其實2022年就是考牌的 如果2022年都搞不定 你就很難再上了 對不對 然後再看第二單消息 就是關於澳洲方面 澳洲總理莫里森 在昨天接受了SBS電視台的專訪 他就提到有關於香港人的簽證問題 他說 將來香港人的銜接申請 就是一種技術類別的永久居留簽證 要有相當的技術要求 故此這個就屬於是技術簽證 他又澄清一點 澳洲政府從來都沒有說過 說要為香港人 專設一種新的簽證 來鋪路拿到永久居留權 他還說 香港人的銜接申請 就是向一般人開放的普通簽證 沒有分別 但是 有媒體翻查了資料 說在去年7月的時候 時任的處理移民局長 陶志說過 說會為香港人專門制定一個特定的簽證 這個肯定就是會更加容易取得永久居留權的途徑 澳洲內政部在12月的時候又曾經說過 說這款永久居留簽證仍然在製定 合資格的香港護照池 而有人 將會不需要 符合其他技術簽證所要求的額外條件 現在大家比拼一下這個說法 明顯地 莫里森所說的話 就是 跟去年 這個移民局長陶志和內政部所說的話 是有出入的 所以有些網民就批評 這樣不就是 出爾反爾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澳洲真的沒有欠香港人 他純粹是作為五眼聯盟的其中 所以才會提出去年那些說法 現在好說不好聽 美國政府都已經是換屆了 正式就叫做人酒茶糧 他去年為什麼會提出那些說法呢 可能背後都是特朗普政府向他們施壓 他才這樣說 現在既然都換屆的時候 他有一個說法上面的修正 我自己就覺得無可厚非 當然網民就有他自己的自由來批評澳洲政府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不必 為什麼呢 起碼來講他不是說等到你住滿了一定的年期之後 他才臨陣去退縮 臨陣變卦 如果是這樣就真是抵鬧了 起碼來講他現在都沒有開放的 他去年所說的 其實一直都是空投資票 都沒有兌現過 現在就說這張空投資票 是不存在了 這樣 我覺得是 可能會令到有些網民會失望 我又會理解的 因為可能有些人已經在部署 我就是想去澳洲 誰知道現在原來 你的簽證就是技術簽證 因為技術簽證是很高要求的 你只是英語水平的IELTS都要考7.5分 睡得不少 老實說我自己讀過兩個碩士學位 我都不保證自己一定考得到的分數 肯定就是要花很多功夫和時間才可以考得到的 而且那個是 語文要求 還有技術要求 所以那個就是會比較艱難一點的 好遂不遂澳洲內政部去年就說過 說不需要符合 其他技術簽證所要求的額外條件 肯定會令到有些人失望 沒辦法 但是現在不單止是澳洲的 美國的救生艇法案又準備要通過 到其實大家又可以看看 到底那個 下開放的情況是怎樣 起碼加拿大又已經開放了 英國的BNO5加1又開放了 我覺得都起碼是有選擇的 但是就沒有那麼簡擇的 起碼有些國家肯施意援手 就叫做托賴 叫做要感恩 起碼就算現在美國政府換了屆 但是加拿大政府都肯兌現當初對香港人的承諾 美國又準備要兌現 是不是 這些都是一個好事 但是千萬不要說過度悲觀 氣餒 甚至乎想一邊 走去鑽牛角尖 埋怨澳洲政府 沒有這個 始終來說 別人的移民政策就是屬於他的內政 他有權改 他起碼就不是說 等你申請了以後 去到差不多要入籍的時候 才臨門一腳說不行 起碼現在不是這種情況 預先知道他不搞的時候 就別去 仍然有其他選擇 或者還可以去澳洲 不過那個要求就沒有想像之中那麼低 其實現在都可以申請移民去澳洲 一直都可以申請 只不過他沒有降低到那個門檻 或者降低那個程度沒有大家想像之中那麼大 但是我覺得都 沒得很遠 始終人家幫我們都是人情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